U.N.D.R.G.R.O.U.P.M.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集的亚洲电视讲文Ups 我是陈凯文 之前两集出了街后,我发现有个现象 就是击起掉下去,这个事实再次证明 香港港市这件事是没有市场的 对于那些普罗大众来讲,或者对于那些人来讲 就是最似乎观众最喜欢看的仍然都是港市市 港市这般并不严重的东西是 我决定把它放在收费栏目最后一篇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就收费栏目去看看 另一方面我发现可能是因为那些人觉得 你以前这个节目的时候讲粗口听得很过瘾 现在你误了他又特意去约束自己不讲粗口 搞到听下去没那么过瘾 所以我决定在节目里照样子 好像以前过去正常一样讲粗口 什么都不理了 总之照样子讲出来 最多在标题上警告字句 因为有粗口散入就算了 当然小朋友看到就不要学 因为讲粗口在学校是会被人记过的 不要说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先讲讲时事话题 第一宗时事话题我想讲很久的 那一宗就是立法会前议员 这个逃脑的许智峰 最近不知道还刺了哪条线 出了post 说要做什么鱼水计划 什么抛砖引辱 呼吁香港市民去投票 这件事之后ICAC又怎么帮他们 在那里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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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究竟举智峰做这个行为 在客观的政治现实底下 他对香港的政治体制 香港选举改制之后的政治体制有什么影响呢 我当他成功推了很多人之后 去投费票 投费率很高 很多人投费票 费票就比投票率多了 当是真的这样 那又怎样呢 那你建制的参选人是照样当选的 对不对 那你非建制的那些 你去杯葛了选举 你不去参选 那你最后你都拿不到议席的嘛 对不对 那就是打爷搞这个爱国者治党 他目的是为了确保那些 立法会的议员 行政长官这些什么管治架构里面的人 都一定是爱国者嘛 对不对 那他最终只需要搞这场选举最终的结果 是能够卡住他认为的反中乱港份子不让他进去 那同时间令到他所认定的爱国者能够当选 那就可以了 那你说那些什么投票率高啊 投票率低啊 那些所谓的认受性啊 那些什么吹波波而已 你老闆 你说出来就是你们整群人在这里自嗨 哇哇没有认受性啊 有意义吗 对不对 你最终政治那个现实 是非建制派都是出了局的嘛 对不对 你不是说这样搞完了 那那些人就做不到立法会议员啊 不是的嘛 那你搞来干什么呢 那就多鲠鱼咯 那至于你说 为什么ICAC要宣传 那ICAC当然要间接帮你宣传啊 对不对 第一就是有个人跳出来这样做 那他一定要循例的拿出来说一下 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啊 抓出电线 拿个典型出来 就告诉人家是什么是违法的 那就是告诉人家是什么是违法的 那之后呢 可能就会捉一两个人来制旗 建立那个所谓法律的阻吓力 那其他人就不会真的跟风了 对不对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许智锋 他做出来的最终的客观效果呢 其实是盗逼整个非建制派呢 去继续杯葛选举的 是不是 就是现在这样的 so call这样的提名期啦 虽然你现在主流大党都说不参选了 那剩下那些呢 有些so call的非建制派 打算去参选 那样之后呢 就立刻被人说你投共 那之后你叫些人去搏国选举 那客观效果就是令到那些人 包括那些非建制派fans 就认为那些真是会走去参选的就是投共了嘛 对不对 如此一来 那其实是封了那些大党以后走去参选后门的 因为但今次你得出的结论呢 就是说单凡 总之你拿到救票入集 又或者是你决定去参选的人 都是会被称之为投共的嘛 那结果你就变成了下届 就当他觉得看定了 似乎他们都是参选的 似乎我其实今次不参选的嘛 那其实某程度来说 你看看那些泛民的主流政党 民主党的不参选的 其实他们不像不想参选的 只不过因为后面有些内斗的元素在里面 搞到最终他们参不了选的 或者他们最终不敢参选的 在党内政治斗争搞到他们不参选的 民主党是这样的 至于当中的那个中元委 那些时候说太多了 免得就说吓死大家姐 说怎样你会知道他们是内斗的 发生什么事 那当然啦 其实在报纸都看到的 就是讲 那些什么参选派 去脱钩退选派 那些后面有更加多的 我们就没必要说了 那总之甲冀不参选之后 那文协 我们最初其实都搞了所有东西 最终可能是想着 其实你都看到你想着参选 那但是问题就是说 那基哥就被港男走了 杨毓那些什么人 都不认识的吗 你叫他参选就一样 唯一剩下一个可能最想参选的就是得到廖成利,但廖成利是在九龙中玩开的 但你现在谭香文就打算去参选,也好像已经宣布参选了,拿了足够提名 那廖成利是在哪里参选,那你回到哪里参选呢?回到深水埗,究竟基哥参不参选呢?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没有办法跟你协调,赶紧出党了 那你如果不在那里参选,那去哪里呢?去元朗 元朗上次都输了个仆街,当年基哥下去都输了个仆街 你连投票,连保证金都拿不论,所以你文协其实未必不想参选 基本上是因为他计算过那些票,所以不参选 那现在两个理论上是可以参选的,又不被人DQ的区议员 不,之前区议员宣誓有没有被人DQ的两个大党,剩下的两个泛民党都不参选了 那现在你许智峰走出来说,喂,这样叫人去杯葛参选 乃至说那些参选,那些客观效果就是那些非建制派从此参选就被视之为投共 他觉得他们这样就会跟汤家华和迪志愿没分别,那多好啊 那他们就如果是,对建制派来说有什么失质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他客观效果上只是反而是弄死自己那些泛民那些 留在这里还有机会想着继续玩下去的人,或者是留在那些泛民 本来他们理论上,阿爷的设定似乎是留一些位置给他们 或者是为了说了不搞清一色,于是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政党 留在那些位置给他们,有机会想参选就参选,但是既然这个泛民不参选 现在你这样的警察的位置卡死他们,说你参选就投共了,要杯葛参选才体现到反抗意志 你这套propaganda一出来之后,那结论就变成了 所谓非建制派应该杯葛选举才体现到所谓的反抗意志 才可以代表他不认受这个这样的选举改制之后的选举制图 那他们不参选,最终得益是谁 最终得益的就是建制派,对不对 他是在帮建制派的嘛,他客观效果上是公在党国的嘛 大哥,人家表面上,我虽然这么说有点阴谋论 总之你说我不搞清一色,那我告诉你不搞,那我显示我大度而已 对不对,那就是最客观的,最理想的效果就是我说给你参选 但是你们这帮人又不敢参选,那就说那不敢关我事 现在不是我不给你参选,是你们这帮人摇底不敢参选 那不敢关我事,对不对 他现在,就是你参选,那些人整个人在那里讲 之前看林邵斌那些什么人看上去,很搞笑 说阿爷碎上的客观的效果就是 首先忍一些非建制派参选之后,他们低票落选 然后从此就显示到这个,所谓选举改制之后就深得民心了 怎样怎样怎样,非建制派没有出路了 那你真是说傻笑了,你反过来的你可以说,他开着个位子 让你参选,那你就积极去参选 那就是你mobilize人,整帮非建制派就告诉你 显示到我们的争取民主的意志,投票给我们 那就是谷歌的投票,然后就令到对方 令到你非建制派的参选人,那些有那么多的大脑子去支持 那些群星拱照,捧了个素人上去 捧了个素人上去,然后他够一条差一条 但是由于群星拱照,余若美,湯家驊 余若美,梁家杰,整群那些 暂时还没坐牢那帮大脑子全部冲出来,支持他 支持他之后他赢了,赢了之后你可以说 证明了反抗意志和投票一样的结果 但是你拿了个议席,你最后拿了一个议席 对不对,结论你可以这样的 阿爷的剧本,他认为阿爷的剧本就是叫人参选 然后低票落断,那问题是,只不过你是废 你没有办法mobilize,把投票找回来 因为你们说了一大轮的东西 让自己卡死自己的位置 让自己没有位置走 变成了一定要参选,一定要不参选 一定要背角,一不背角就是投共 因为阿爷承受到你,因为你根据现时的选制 等于你一定要五届界别去 有第五届界别给了提名票 等于他认可了你,等于你投共 等等等等,是你自己说的 对不对 那你弄了一轮,最后选民不投你 投票率低,这个不关事 你其实可以反过来 就是说我现在应该要打拆边球 我一定要冲进去了 我冲进去了,投票支持我 显示到港人仍然有支持民主 支持泛民的,始终泛民居多 那你结果的效果跟投票一样 但投票的好处就是,是不是呢 投票的好处就是保证那些人不能进去 所以我其实,你说真认真 客观效果就是,许智峰的建议是公在党国 令到所谓说我不搞清一色,但你们还是不敢进去 那就不关我事了 那你始终投票率低,多人投废票这些关人的事 大哥,你不影响实质政权的嘛 那你当是真的做到的,那你们自己就打飞机了 有什么所谓,又不用给你们钱的 调反过去参选之后,还要养住你,是不是呢 还麻烦,用脑脑想一下 为什么ICAC走出来谷,说你这样违法 就放了明就因为这件事,根本就对阿姨有利了 第二单我想讲的新闻,又是很搞笑的 就是那个萧思江,就是当年参选跳 这个梵满必胜母的那个萧思江呢 他最近呢,走去日品法院 就说呢,香港法院呢 和律政司呢,是有权起诉陈同佳 和有权审下陈同佳的 根据日品状物呢,他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就说这个,女死者本身是香港市民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十九条 在公开或者香港以外任何地方所犯罪行 本港应对案件有司法管轻权 所以律政司呢,应该可以在香港起诉陈同佳 而本港法院也都有权处理 日品状的话,台湾呢,是可以修行死刑的 而陈同佳在香港被定罪 那的话呢,就可以免于一死了 那之后呢,汤家华的报告呢,很搞笑的 我不知道他究竟清楚这条第十九条是什么的 他就说,根据他的了解 这个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十九条 主要适用于公开或者其他没有司法管轻权的地方 但是陈同佳发生在台湾 台湾是有司法管轻权的 而案件的所有政策引入台湾 所以呢,律政司这条条文在香港起诉陈同佳的机会不大 问题是呢,第十九条呢 他其实就没有说明是其他没有司法管轻权的地方 他是这样写的 他是没有说明的 但是问题是这条文本身就不是说 但凡在公开或者其他司法管轻权的所犯的罪 香港都有司法管轻权的審 他有个特别的条件,你听清楚就知道了 他说在任何关于公开或者香港以外任何地方 你看到香港以外任何地方 换言之他没有说明有没有其他司法管轻权的地方 所犯的罪行的公诉书里面 只称受损害的人 在所控告的罪行发生时 是在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轻权围内的 那就是说法院当时就会有司法管轻权的 首先你要听到 就是他那件罪案发生的时候 受害人是在司法管轻权围内 那直到犯罪结果出现了之后 或者有个结果之后 他就是在司法管轻权围内 这件事首先要先在香港的司法管轻权围内 发生着犯罪过程是在香港的 可能他继续延续 简单来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有个人被绑在船上 之后有人不断打勾他 打勾他之后最终他船一路洗 洗来香港水域 洗来香港水域之后他就被人打死了 被人打死了之后 他就当他出了公海 那他出了公海之后 难道他是不是香港法序 只能在香港水域里打他呢 如果打他呢 就不是的就可以告他谋杀了 就不简单 这件事就是犯罪过程 如果这件事一犯罪立即完成 当然一定是在香港司法管轻权 但如果犯罪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个过程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在发生的时候 当中发生的时候 那个犯罪本身在香港司法管轻权 他开始的时候 例如我说的 他被人打的时候 他在香港水域 但是他一直被人打 持续的被人打 最终的被人打死了 在香港水域以外被人打死了 他被人打死了 谋杀这个罪行呢 就可以被归之为他香港司法管轻权 问题就是说 陈鸿佳杀了一条女儿 他不是在香港开始准备在杀她 他不是已经那个罪行发生 即是他谋杀的行为 他不是在香港不断地队她 不断地残害她 不断地虐打她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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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湾战 打死了 对吧 所以汤家驊说的 就是看一件事 他将这条条文 本身没有看清楚 他没有说明是 其他地方一定是没有Jewish Diction 没有任何司法管轻权的地方 他是HIGH COR 在回归前 他写着说 是写着这个 他写到明的 他写直谈外国的 现在叫做香港以外其他地方 那为什么可能这样写 例如说那条人 我刚才说他在香港水域打他 打他之后他进了内地水域 那内地水域就是香港以外其他地方 应该这样 又或者是 那些人绑着他 绑架 绑着他 于事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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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 绑绑绑绑绑绑 就回大陆 由于他一直喊着他 为了他 撞死了他 他进了大陆的法域,但是那件事香港也有主义纯审,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怎么可以解释为,因为apply是在香港,他想去兜,但是兜又不看清楚 这条文很简单,就是那件案件是一件持续性的犯罪行为,当他开始受阻止的时候 他是在香港法域里面的,当他犯罪完成的时候在香港法域以外 由于他开始的时候在香港法域内,所以香港法院都有权审他 是这样的,所以陈鸿佳案怎么不适用呢,因为他杀人的过程,起码现在看那些闭路电视的片段 他很明显不是在香港的法域里面就已经在杀他,他去了台湾的法域里面才杀他 既然整个犯罪过程都没有任何被害者在他受害案件发生的时候,他都不是在香港法域里面 你没理由说他们两个搭飞机,搭飞机去台湾,所以就称之为香港法域以来,不是这样的 是那件事发生,那件罪行发生的时候,香港居民或者受害人他在香港法域以来 所以第一件事,那女儿是不是香港居民又不是重点,他就算是一个外国人 因为他只需要受害人,本身他在案件发生被损害的一刻是在香港的 那就可以了,宗宵是一个外国人都可以的,所以是不关事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萧仙江这个案件是够说的,很明显是不关事的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但凡是不需要有这个域外管轄条例了 就是我们不需要特意写一条条例,就是说哪些法例哪些法例 哪些法例写个表出来,就是说这些法例是有域外管轄的 是不需要这样写的,是不是 他跟着说,但凡是可以有域外管轄的,这些就够了,很明显不是 这件事很明显很清晰的,就是说一种持续的犯罪行为 这件事是,首先在香港发生的持续,去到犯罪结果的时候 犯罪结果在法域之外,那些我们可以审,就不是说 但凡那些案件在外面发生,在香港法域以外发生的 我们也可以审,这个没有写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只有那些写明了说有域外管轄权,要不在条文上面写 说有域外管轄权,要不就是设定在域外管轄权的 附表里面那些,才是整件事即使发生在香港法域以外 我们也可以审,要谋杀罪很明显就没有这么清晰的写明 所以就是不用特意说的,湯家驊就是够了 我觉得他有时候,我觉得不知道他是不是急于上镜 急于接受访问条文都没看清楚,就有reply 至于楼下那些新闻之后出了街后下面的网民 那些,大家就不用了,又说什么证明了一件事情 其实香港有权,省下逃犯条例多纠约这些,修正逃犯条例多纠约这些 就真是算了,真是,这件新闻就讲到这么多 我们现在就讲一下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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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